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点火命令是我下的 照你这么说 这纵火犯就是我了 那天你的行为确实有点反常 陈安云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团部 事实证明你错了 而纵火的人却达到了他的目的 而你 无形当中就成了他们的帮凶 你放死 陈安云 谁给你的权利给我这么说话 我只是想提醒你 这件事情 很可能是日本间谍干的 行行行 你别说了 这个我逼你动 团部 你不能不让我说话吧 我不听 我自己不会说话 你怎么可能又要拿来 我该说话 说哪个女人 你这帮他 突然到他 他一套 你如果是不听我的话 你就滚出周家 不 姐 我现在是二老爷的人了 我不给你管了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双子 你听我说 二老爷他不是什么好人 他天天带着你吃喝玩乐的 能有什么好 你说你现在年纪轻轻的 你就这么好吃懒做 那将来怎么办 姐 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呢 我这儿跟他都快起响了 真够烦的 双子 别走 小帅子 二叔 您的关系多 您就帮忙打听打听吧 靖波呀 这事儿 是不是那夏老师托你办的呀 您别问那么多 您可是说过的 支持我的抗日行动 那艘船上有那么重要的物资 现在下楼不明 我当然着急了 您还是托托老关系 想想办法吧 靖波你也知道 现在这兵荒马乱的 尤其是水路 药材紧张 咱们周家药铺的进货量 都大大的缩减了 好多关系都断了线哪 正所谓呀 人在人情在 人走茶就凉 本来就是利益关系 全都靠不住他 不是二叔我不帮你忙 我 我真是有点无能为力呀 那怎么办呀 我现在除了您 也想不到谁能帮我呀 靖波呀 你去一下针基队 找一下马队长 这码头上的事 在他的管辖之内 这个马六啊 人称万事通 我呢 在之前跟他打过照面 他也知道咱们周家的底细 我想你要是去求他 他不会不给你面子的 那太好了 那我明天就去找他 那行 那二叔我先走了 好 别着急啊 小姐 老人 您要东西我给您取来了 好好 栓子呀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找你 二老爷 有过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 你呢明天去一下针基队 跟马队长说一事 说靖波呀 有事相求 务必请他关照 好 还有 你跟马队长说 我们周家想跟他联婚 周小姐 马队长 你是来找我的吗 我今天来是有事相求 坐坐坐坐坐着 坐着说 什么事儿说 是这样啊 我朋友的一艘货船 一周前从重庆出发 按说应该到了 但是到现在还没到 我去码头打听过 他们都不太清楚 我听说您 对码头的事情比较熟悉 想请您帮忙打听一下 这只船的下落 小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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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姐你开口 那就是我的事儿 我愿意效劳 对了 这船上装的是什么 无非就是一些药材 您也知道 我们家是开药铺的 做的呢自然就是药材的生意 只是这船上的货非常重要 如果丢了 损失会很惨重 所以还请您帮忙打听一下 我定会重些的 周小姐 你这不就见歪了吗 我跟周家那是有交情的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我会全力以赴 只不过这打听船船的下落 可能得段时间 这样吧 一有消息 我马上通知你 您看如何 那好吧 那您费心了 我就不多打扰了 没关系 再坐一会儿 不用了 周小姐 有空的时候 就乘来坐坐 接了这个大门 提我就乘 走好 马队长 这样不好吧 这样不好吧 小豪 过来 把这两壶都端下去吧 好 嗯 汐儿 你来了 怎么这一天都没看见静波呀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说是去学校了呀 汐儿 你们家是不是跟那个马队长 有什么关系啊 马队长 就是那个 胸巴巴色咪咪的那个马队长 没有 哦 不过二老爷好像跟他有一些来往 嗯 也是为了生意上的事 你知道 就开这种药铺 得罪那些长官也是不行的 是这样啊 这也难怪 怎么了 乔乔姐 刚才我在真机队碰见你弟弟了 他好像也是去找马队长 小栓子 他去找马队长干什么呀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我就是碰上了 他也不认识马队长啊 这次啊 我要好好地教训教训 静波这丫头 真的要让那个马队长上门提亲 把他架出去 反正小栓子已经把话带到了 如果马六真有那个意思 他一定会上门提亲的 到时候我们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 把静波架出去 只要他一走 周家大全就落到我手里了 那个时候你就不必再受委屈喽 嗯 算你有良心 唉 但愿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呀 嗯 上面 哎哎哎 小姐趁热喝吧 你一回来就趴着 你这看什么写什么呢 我还不饿呢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饿 吃点吧 依依呢 不知道 他下午回来了一下 后来又出去了 小姐 你别怪我多嘴 你这个朋友一天到晚神兮兮的 不要在背后说别人 哎 你弟弟怎么样 住得还习惯吗 嗯 可是他呀 一身的臭毛病 这回跟着二老爷 肯定学不出好了 小姐你还真别笑 我现在还正担心他呢 就他这样的 早晚得出事 行 我知道 你为你这个弟弟 没少受委屈 但是他还小 不懂事 所以你这个当姐的 得多说着点他 这小栓子的毛病啊 是我娘给关出来的 我怕是管不了他了 他还没回来吗 嗯 没事我等会去找找他 小姐不妨碍你了 你快点吃吧 行你快去吧 嗯 嗯 小二 小二 半角 时间不早了 客人都走了 就剩您了 赶紧走吧 我们这儿要关门了 什么态度你 啊 上酒 酒 酒 酒钱还没交呢 说什么你 啊 上酒 你果然在这儿啊 你怎么又喝成这样啊 你想气死我呀 嗯 嗯 姐 来来来来来来正好来来来来来 陪我喝点 你疯了吧你 还喝 给我回家 哎哎哎哎哎 她酒钱没交呢 你干吗 够吗 够了 走 我走 回家 走 干嘛呀 我还没喝够呢 你给我清醒清醒 你打我 你有什么自个儿教训我 妈都没打过我 你打我 小栓子 你也太不懂事了 要不是小姐收留你 你现在还住大马路呢 你既然借住在小姐家 你就要懂小姐家的规矩 你每天这么晚回来 还喝得烂醉如泥的 你让我这个当姐姐的 也太丢人了 烦不烦呢 啊 别沾口闭口周小姐的 我告诉你 她都自身难保了 还管我懂得懂你 你就是周家的一个丫头 在这儿唱 啊 哎 你等会儿 你给我说清楚了 小姐怎么就自身难保了 啊 你说清楚啊 小栓子 你给我站住 快告诉我 说清楚 小姐 你去哪儿啊 哎 小姐 你去哪儿啊 金伯 跑跑车 快快快 快 快 小姐 你去哪儿啊 追上前面那辆车 哎 快我也呢 小心 快点快点啊 追上前面那辆车 好嘞 快点 快点黑远车 走啊 来呀 你 你干嘛呀你们放给我 别跑 别跑 我这是情话 你 我希望你这么 你这么神圣的事 满溜 你怎么搞的 行 你先去接案叫警察 我进去看看 好 快 不要这样 你要被死 满溜 救护他干什么呢 救护 快跑救护 救护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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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摘住给我 马队长 何 何队长 何队长 就是他 你这个流氓 竟然敢欺负我们家小姐 不 误 误会 误会 何队长 汐儿 你先出去照顾靖波 你等着 我们告你去 马队长 你这是何必呢 这一种事传出去 多丢人哪 你看 人家可要告你去 我也没有办法 只能公事公办了 何队长 你不了解内情 是他二叔烧口气 说要成全我们我才这样 我 你胡说 谁信你的话 你给我等着 我们去警察厅说理去 走 小姐 借意不说话 小姐 何队长有什么话就说吧 小姐 我并不是想替马队长开拓 他这个人啊 我也看不惯 当然 他犯了错误 肯定要受到惩罚 但是 周小姐是大驾归宿 这件事万一传出去 肯定会对他的声誉有损呢 既然没出什么事 能否大事话小 小事话了啊 何队长你的意思是 就算你告诉他 厅长肯定会立案 也会把他抓起来 可是他毕竟是 城邦司令部的人 好歹也是真机队的队长 到时候 他死皮赖了不认账 反而会拿出周家的信件来 跟你们掰扯 不仅周家颜面扫地 弄不好 他反过来会刁难周家 我这么说 也是为周家着想啊 何队长 你的话有些道理 但这事我做不了主 我得跟靳波商量一下 我会把你的意见说给他听 好 马队长 我帮你这么大忙 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呀 不过我告诉你 以后不许再骚扰周小姐 从此以后 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一定 一定 不是 何队长 何队长 多管让 您废机了 收队 二老爷 这事办吧 您就放心吧 山子 往后我不会亏待你 二老爷 何队长 您这是 二老爷 周小姐今天出门遇到点意外 还好 没出什么大事 人我是安然无恙 给府上送回来了 以后 还是要多加小心的微妙啊 靳波呀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的脸色很难看哪 我不舒服 先回去了 那回去歇着吧 周小姐 你好好休息 我改日再来看你 告辞了 告辞了 山子 送送何队长 是 何队长 慢走啊 小山子 你给我过来 我有话要问你 你又要啰嗦什么呀 我问你 是不是二老爷 让你给马队长传过口信 什么马队长啊 我不认识 你少装算 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小姐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要是不告诉我怎么回事 我可帮不了你 小姐已经知道了 快说 到点怎么回事 是二老爷 二老爷让我给马队长 带个口信 说 生米做成收饭 这门心事就成了 二老爷真这么说 啊 不对啊 姐 这小姐怎么会知道啊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 你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来 我打死你 我让你再干 你别跑我来 你别跑我来 你别跑 气死我了你 是的 谁这样 静波 静波 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来 吃碗莲子羹吧 静波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一天回来一句话都没说 我们不放心啊 是啊 有什么事跟二叔说 二叔会帮你的 你会帮我 我看你想害死我 静波 你怎么跟二叔这么说话呢 马六你让我去找的是吧 他今天趁来欺负了我 要不是信着和队长及时赶到 我 这个马六王八蛋 是我看错了人哪 静波 对不起 我不该让你去找马六 你别装了 马六都告诉我了 是你让他那么做的 你还想顺利成章 把我嫁给他 是不是 没有 没有的事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恶意诽谤啊 静波 我是你亲二叔 我怎么可能干出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呢 这是马六他恶人先告状 他怕你揭发他 所以才编出这套歪理 静波呀 咱可不能信哪 我再也不信你了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狼狈为奸 就是想让我离开周家 我告诉你 想都别想 我今天就把事情查清楚 静波你看见 好 咱们一定把事查清楚 栓子 栓子 接着 你今天当着小姐和大家的面 把话说清楚 是不是我让你带画给马六 跟她说小姐有事相求 请她务必给个面子帮帮忙 我是不是这么说的 说 说呀 栓子 你不要怕啊 一定要实话实说 如果你敢撒谎 我立刻让你和你姐给我滚蛋 不是 是 是就是这么说的 小栓子 你把这口信给我一字不落地再学一遍 要是有半句隐瞒 我让你立刻滚蛋 我让你立刻滚蛋 是 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 二 二老爷 不不不 不 是是是马 马队长 二老爷让我给您带个信 是 我们家小姐有事相求 就请您务必给个面子 帮了这个忙 这日后定有重谢 完了 啊 完了 还有别的吗 没了 我不信 小姐 我哪敢骗您哪 这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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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我岂知道啊 不信 你问他 馨儿 这事你知道 是他说的那样吗 小 小姐 我 是 宣子是跟我说过这件事 但是 我当时觉得没什么 我就没告诉你 没想到 这个马六胡变乱造 无名二老爷 我说了 静波啊 静波 我是你亲二叔 我说的话你不信 一个流氓的话你倒信了 你这眼里头 还有没有我这个长辈呀 是啊 拴子实话诗说你不信 那信是你的贴身丫鬟 他的话你总该信了吧 静波 你太让我伤心了 静波 我是不是太不冷静了 小姐 我去给你倒杯茶吧 我去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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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还真激烈 双子 我要不是怕小姐 把你赶出家门 我才不会撒谎呢 你也看见了 对不对 这要是真出了事 二老爷会把所有的罪过 都推到你头上 你是什么 你就是他的帮凶 替死鬼 好了 好了 知道了 双子 你记住了 以后少跟二老爷混 咱们好好做事 好好做人 妈 好 双子 你看你 对不起 小姐 我骗了你 蜆儿 乔小姐 刚才你跟双子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你为什么要骗静波呀 乔小姐 我 我是逼不得已的 我是担心 小姐要是知道 双子做了帮凶 会把双子赶出家门的 我 乔小姐 我求求你 你别告诉小姐好不好 我一直以为 你对你们家小姐 是最忠心的 她对你这么好 你也会撒谎骗她 乔小姐 我不是有意要骗小姐的 我只是为了我弟弟 我很小的时候 双娘就死了 其实双子身上的臭毛病 是我给灌出来的 她现在做伙计的那间房子被烧了 她只能来投奔我 我不能让她流露街头啊 乔小姐 如果换作是你 你也会这么做的 对吗 好吧 这件事情我不会告诉静波的 幸好她没出事 你记住了 以后再也不会有事 不能做这样的事了 这件事情 我就当不知道了 谢谢乔小姐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 下课 大叔再见 大叔再见 下课 再见 下课 再见 下课 再见 小姨 静波今天怎么没来上课 她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在家休息 怎么了 生病了吗 你快说呀 她出什么事了吗 也没什么 就是有点不舒服 走 我们看看她去 静波 你出那么大的事 也不告诉我一声 要不是杏儿跟我说 我不想提了 你在今后出门办事 得小心点 要杏儿陪着你 或者叫上我 还有依依 我们都可以陪着你 谢谢你啊 英子 你来看我 我很高兴 对了 我姨娘 没为难你吧 杏儿今天带我走了后门 没碰到她 我先走了 走了 静波 你看谁来了 夏老师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了 生病了吗 她 只是有点感冒 没关系 坐吧 谢老师 你上次让我打听的事情 我没打听到 看来帮不上忙了 没关系 你好好休息 我希望你早得好起来 谢谢你来看我 那那个事 别说了 等你好了 我有个好事要详细告诉你 那我先走了 你要好好休息啊 夏老师 我送你 好 请播 请播 我看啊 你看他的眼神不一样啊 哎 想说什么呢 哎 你说 他会不会是个共产党啊 你看他一身正气 有时候还挺神秘的 这我可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 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嗯 我呀 看他看你的眼神都不一般 挺关心你的哦 哎 别瞎说 好好好 我不逗你了 嗯 刘文震 到 你到医营 看看他们的作战报告 都写出来的没有 是 是 喂 陈总军 是我 你怎么把电话 拿到这儿来了 这可是最高军事期 一会见面再说 好 月 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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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香药 香药呢 不要走香药 你干嘛 你偷我钱包了 谁偷你钱包了 你心经病啊你 我没有 你别 你偷我钱包了 我没有 你还我钱包 谁偷你钱包了 你心经病啊你 你还我钱包 唐部长 你帮帮我 他刚偷了我的钱包 英子 对 他缺口配人 你再活说 我打 你打人 你打人 你要打女人吗 我真没拿 不信 你搜 这是你的吗 不是 这怎么回事 我我没拿 长官你真不是我拿的 谢谢曾博长 长官 偷东西 偷东西 英子 怎么处置他 算了 既然钱包已经找到了 就放了他吧 快 快 快 你真是拜托了 你不要了 英子 我还有急事 回见啊 哎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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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事 快 他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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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 来 先生 几个点前面您喝的是吗 看见一个军官走进来了吗 军官 没有啊 原来您是找人啊 那您请自便 你也太不小心了 程翰云在跟踪你 你竟然没有发现 要不是我偶然发现 今天就出大事了 是我太大意了 不过你放心 我了解他 我按肯定他不会怀疑我的 那今天的事怎么解释 除非他真的找到什么蛛丝马迹 那就更危险了 必须除掉他 不行 他是我的不祥 他要是出事我也逃不了干系 反而会招来更多的麻烦 那怎么办 他已经怀疑你了 把这样的人留在身边 迟早会出事 你不能出任何意外 我来解决吧 营子 我看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也许他什么也没发现 这只是个意外 你放心吧 我会警惕的 再说 这程翰云 我留着他还有其他的用处 那你一定要小心 一旦出现问题 立刻动手 今天找你来是小野科长布置的紧急任务 我们已经确定了进攻长沙的主要时间 你务必弄到军事部署和长沙的作战计划 而且大战在即 你的189团是我军发起全面进攻的突破口 明白吗 嗯 嗯 娘子 军事部署计划是最高机密 要想成功偷取他非常困难 我需要时间 我会全力配合你了 这次的任务 直接关系到我军是否能够顺利地拿下长沙城 智能成功 不能失败 我走了 我刚刚接到上级的指示 从北方运来的物资和药品被日金截获 怎么会这样 日军加紧了轰炸 沿线运输非常困难 李市长的部队急需物资 我们要尽快筹集一批新的物资支援他们 主任 这个交给我吧 好 志刚啊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我想组织一科大的学生上街募据资金 通过演讲和穿单的形式宣传抗日 另外再和靳博商量一下 看看能不能让他通过商会举办一次抗日活动 让商人们慷慨解囊 这个办法行 就这么办吧 那我去准备 好 各位 我今天召集你们来的目的 就是要部署作战计划 既然我们大家都已经达成了共识 那么我希望诸位能够精诚团结 一致抗敌 坚决地将日寇 阻挡在长沙外 确保重庆平安 张军长 请您转告薛司令长官 我们将与长沙共分网 我提计 应该把五十七师189团放到新强河以南的位置上 你们看 新强河以北地带 是进攻长沙的必经之地 如果日军重兵压进强行突破 我军可以退防新强河以南 南面有山 地势一手南攻 如果我们在这里不防 日军势必受损 我不同意叶市长的说法 我的部队也是精锐之师 不是只要有你189团才实力界 各部所在的位置 暂时就这么定了 要调整也是临时调整 大家不要再争了 这份军事部署图 要上报薛长官沈岳 叶市长 你是长沙城的城方司令 这个军事部署图 就先放在你这里保存 是 大爷 您转任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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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抗日写一个力 请大家收一份力 您转任不出来了 莫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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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娟有礼物心送啊 为抗日莫娟啊 谢谢 您看这些 请大家慷慨解囊 无论多少都是一份爱国心 为抗日莫娟 谢谢大家 为抗日莫娟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对 你们这这么多东西了 依依那边怎么样 募据的人也很多 你告诉依依 等募捐活动结束之后呢 把物资直接放到战区团的仓库 好 明白了 那我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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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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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念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是你的未婚妻 景卫彬当然让我进来了 什么时候来的 勇哥 我已经等你半天了 你乱放我东西 这个文件你打开了吗 你捏疼我了 你那么凶干什么呀 你有什么秘密不能让我知道的 什么秘密 这可是最高军事机密 谁都不能打开开 快走吧 没事不要再来了 快走 勇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刚才我还接了一个电话 你乱接我电话 对 我就接了 还是个女的打过来的 女的 她说什么了 说呀 她什么都没说 电话那头根本就没人说话 她一听见我的声音就挂了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你发什么神经了 没事 赶快走 快 你 你今天不说清楚我就不走 难怪你这段时间对我这么冷淡的 你一定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你无力去闹 我无力去闹 我无力去闹 万我等你这么多年 我一心一意地对你啊 我们订婚才多久啊 你这么快就变心了 你还有没有良心呀 你说呀 你还有没有良心呀 你说吧 你打我 你为什么打我 你说呀 你说呀 你给我冷静点 冷静点 谭素 有什么事吗 快出去 你 勇哥 我没想到你能这样对我 我爱你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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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静着你 你 我都要 zero 你 我都要一直跳 一二大陆 青春的梦 所有悲伤 无法诉说 所有幸福 无法触摸 一颗心不难 随波逐流 一腔的爱 都赴风中 旅人画 处处无方向走 难耳泪 难荡 不再流 只要有爱 在心头 天地间盛开着 火红的花朵 风儿像心 一样的飘游 花儿似乎 一样颤灯 往事若烟 永不停留 何须 天长地久 一颗心不难 随波逐流 一腔的爱 都赴风中 在心头 出水 天地市可磊 好好的放射 天地久